文化學習 文化學習 當時我最初做的工作我就是一個律師 在律師樓工作的時候 其實也挺有壓迫感 但是當時我年輕 又其實都是比較貪玩 我很喜歡真的去經歷一些有挑戰性的路線 還會參加一些比賽 回行的行者 我以為自己很健康 2014年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有癌症 就要開始接受治療 身體的機能很差 大部分時間都是留在家裡 即使身體很散 我都盡量堅持會每天出去散步 通常會去家附近的一些公園 自己的身體好像全天是那個時間 我去到戶外那個時間是最舒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我去到大自然的環境 會覺得個人舒服一點呢 原來有一個叫森林療癒 但當我去看一些關於森林療癒的內容 就覺得很有共鳴 就是我去到大自然的時候 覺得有一種好像回了家的感覺 是身體回了家的感覺 就自己很想去探索一下 究竟什麼是森林療癒 遇到這個美國的機構 就去了學習成為森林療癒 其實森林療癒跟行山傳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特定的終點 我們不一定要去趕一個路程 就會有一些提示 參加者可以怎樣去感受環境 森林療癒更加是關於 靜靜地去感受一個地方的時候 會發生的感覺 但我也很相信 其實不需要一定要跟一個向道 去參加一個活動 才可以跟大自然有一個連結的感覺 其實我們平時自己去郊外的時候 都可以放慢這個步 可能真的試下放下手機 去留意那個地方 其實有什麼大自然的生命在這裡 找森樹在森樹下面坐下休息一下 原來我們其實可以發現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讓自己回到一個大自然的環境 有很多人在家中 尊敬你